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8日,这是今天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给大家谈谈美国之音刚才发表了两篇非常重要的文章,都是国际舞台上大新闻。 一条是什么呢,在这个耶伦还没离开中国的时候,俄罗斯的外长拉夫罗夫就来到北京了,你可见习近平是玩的是两手,对美国是玩的是远印两手,同样啊,在这个俄国战争的问题上,习近平是暗中是支持俄罗斯的,而且还声称和俄罗斯合作无上线, 另一方面,现在还没有和美国彻底撕破脸皮啊,还要和耶伦谈经济,当然,这次耶伦来,那么李强见了耶伦,习近平没见,但是习近平这次估计我认为很可能见拉夫罗夫,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今天有一篇文章讲得很好啊,我们来介绍介绍,这篇文章告诉你,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北京了, 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其实他的访问主要目的呢,就是给这个普京下一步访问中国,和习近平进一步勾兑,开始铺路 他讲到这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群内还在继续,拉夫罗夫希望借此进行进一步加强和中国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拉夫罗夫抵达的时候呢,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还在送过访问,你看他这个是故意安排好的啊,因为这种外事活动啊,不是即行安排的,都是事先有计划的 他就是为了搞一种平衡,像翘翘板一样,他怕得罪了这个美国,也怕得罪了,彻底得罪普京 也就是在这两边之间玩一个平衡 这边接待这个耶伦,双方还要谈贸易啊,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数十年的经济合作啊,贸易的互补性很强 你中有我中有你,一时啊,扣扣断链比较难 另外,习近平统治啊,大撒币,也需要钱,还不想不想现在彻底的得罪美国 另外,他还是中共国,还是美国的,买了很多国债,对吧,等等吧,还有很多问题 有些,有些关系没有挣脱出来 那么另一方面呢,他大概率还是要导向俄罗斯,和自由世界抗衡 尤其是他要打台湾,对吧,所以他现在是准备搞两手 先稳住这个美国这方面,应付耶伦,这边他是十心塔地的支持这个普京 所以他对这个拉夫罗夫的来访特别重视啊 这篇文章介绍说是俄罗斯外交部是4月7号 在一份声明中讲呢,拉夫罗夫4月8号到9号,对中国进行政治访问 在这个期间,将和王仪进行会谈 习近平见不见呢,现在还没公布啊 那么这篇文章讲,他说 根据声明两个人就乌克兰战争,乌克勒维基,还有亚太地区的局势一系列热点问题 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外长还就双边合作中的广泛议题,以及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进行讨论 我认为呢,他是大概率啊,普京现在很着急,希望中共能够支援他这个致命性的武器 另外最好能派军员进入乌克兰战场,帮助他打乌克兰 恐怕习近平一时不讳 但是习近平会打擦边球,就像现在一样啊,他把这个枪炮子弹先给金三胖 或者给伊朗,然后通过他们再转出去支持这个俄罗斯 反正这边呢,他和美国在这抗衡 这篇文章介绍是根据声明啊,值得关注的是拉夫罗夫访问中国的时间正好 和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的时间有一定的重叠 这是经济精心选择的,他说耶伦4月3号和9号到中国访问 希望双方能够负责任的管理双边经济关系,并促进美国的利益 在上一场我已经讲到了,我看了好多文章 我认为耶伦来没有取得什么成果 也就是维持目前不彻底的翻脸 双方也就在这个探大风探春河的问题上啊,气候方面 有些合作,经济上基本在原地踏步 我认为大概率将来肯定会走向脱钩断链 以至最后军事冲突的程度 因为这个自由世界和威权世界啊,自建自己这个抗衡是难以协调的 这是一个根本的抗衡啊,只要习近平在台上,他不会不扎扎不扎 美国也不可能放弃民主自由价值观,所以双方之间这个冲突是大概率的啊 那么这篇文章介绍,他说耶伦是4月8号,会晤了谁呢?刘鹤 刘鹤是前官员,他为什么见刘鹤,就是因为中共现在不正常 习近平只相信刘鹤,刘鹤也没什么本事 这个耶伦可能知道这个关系了啊,所以来通过刘鹤了解了解有关情况 看看这个,呃,双方这个经济的一些问题啊,怎么话题 啊,这是一个,另外他还借了这个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工胜 还有4月8号呢,借了这个李强 呃,4月8号还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记者发布会 还会晤了中国财政部长兰福安,还有李强,何立峰 主要是何立峰比较重要,因为何立峰在国务院系统,李克强这一期干了,干了一期 有点经验,一个是刘鹤,一个是何立峰非常重要 李强没什么本事,李强是象征性点,因为李强名义上还是二把手 也就是说,耶伦这次来啊,能见的都见了,出了习近平,也就做了最后的努力 企图挽救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交往,但是已经无力回天了啊 这篇文章讲,耶伦认为他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是坦诚和富有成效的 他是讲呢,双方可以进行艰难对话的能力 已经让两国关系在过去一年中建立在一个更稳定的基础上 他所谓的稳定,我理解就是双方不发生军事冲突 不能马上的脱钩断链,还要等一等,看一看 看两场战争怎么发展,一个是牛路战争,一个是巴异冲突 美国和中共一样啊,有些人怕打仗 有些人呢,有随性的想法啊,还有一些主要是一些华尔街的大老板 这些金融家,这些企业家,还想赚钱,因为离不开中国的大市场 也是一样分鹰派和鸽派啊,那么就这篇文章介绍了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根据4月2号拜登和习近平通话的纪要 拜登在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合并稳定的作用性 以及南中国海的法制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之外呢,对中国这个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 以及对欧洲和跨大西洋安全的影响表达了关切 就双方谈的过程当中啊,卡壳的,闹矛盾的,针锋相对的,主要是有台湾问题 还有这个和菲律宾的问题,和台湾的问题啊,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的问题 以及什么呢,就是中共国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的一些行动 主要在这些方面啊,呃,双方之间难以谈成 肯定和以前差不多少 我认为啊,没有什么实质性进展 这个耶伦讲的是外交此类 这篇文章介绍他说,呃,拉夫罗夫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去年十月份 那么说当时中国呢,举办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那拉夫罗夫不是自选动作,肯定听普京的,普京现在又联阵了,态度非常强硬啊 而且这场战争已经达到今天的程度,死掉了三十万鲜活的生命 呃,他不可能不再打下去,因为现在有这个习近平支持,所以普京还有点底细 特别是中共承诺买他天然气和石油买十年给他个大胆,对吧 实际上他打这场俄乌战争啊,这个经济来源,经济基础,主要是中共提供 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这样做,主要为了用他来牵制西方的力量,美国的力量 消耗美国的枪炮子弹,然后呢,趁机要武统排办 这才是他的所思所想,对吧 所以这篇文章介绍说,自22年俄罗斯入去乌克兰以来,中俄关系一直在加强 拉夫罗夫的到访再次体现了俄日,中俄日渐增强的关系 从大趋势来看呢,中共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往上走 和美国的关系足够开始脱钩,开始解体 这个必须要承认啊,这篇文章讲,中俄两国领导人的私下关系相当不错 也就讲普京去年,习近平去年3月访问摩斯克,和这个普京会晤 习近平告诉普京呢,世界面临百年未见大变局 他讲这个大变局啊,实际就是说,以前的这个国际社会呢,二战以后 形成的惯例是美国领钱,就美国是老大 结果呢,习近平和普京两向改变这个局势,他俩想当老大 刚开始是普京占头牌,现在是习近平占头牌了 也就是说,所谓的百年次大变局是习近平自我编造的幻想 他完全是狂想,因为是美国的军事设施了得 现在如果打的话,中共不是个儿,经济条件也不行 而且国内民怨沸腾啊,群众技术也不行 所以呢,我认为习近平要一旦开战的话,习近平夸得会很快 但是习近平不这样认为,习近平是浩大喜功,刚愿自用 愚蠢定德狂妄 他唯一的手里的真价实就是什么呢,他的有核弹 因为俄罗斯的核弹也多呀,中共国也多,加在一起 确实,这使自由世界感到恐惧,这是很大的问题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是今年三月十月,中国举办一带一路 这是讲这个去年的事情,说高峰论坛这个期间两人再次会面 习近平谈了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断增长的政治互信 就他们两个人见面数十次,非常贪得来 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习近平和普京绑到一起了,和自由世界抗衡 这篇文章讲说今年三月获得连任以后 普京就说呢,中俄关系是稳定因素,并不松强 他与习近平保持非常良好的个人关系 因为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属于这个独裁者,都属于连任 就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这个政治对手了,对吧 也强加给老百姓,假的民主啊 因为他把那个纳瓦罗灭在监狱里面 习近平把刘晓波灭在监狱里,对吧 灭在这个软禁当中,所以他们两个是一模一样 那么这篇文章讲说是,也应有媒体报导说呢 拉夫罗夫此行可能是为普京五月访问中国铺路 我认为这个不是也许,百分之百 他就是给这个普京啊大前站 这将是普京获得六年任后首次出发的 这个独裁者为什么狂妄就是松生之道造成的 干到一定程度就应该下来 他不下来就脑袋发热 又怕下台以后遭到整肃 因为干的时间太长,肯定犯下滔天罪行 习近平如此,普京也是如此 他们两个真是哥俩好 那么这篇文章最后讲说 中国将自己是为乌克兰冲突的中立方 这是一种欺骗,其实他不是中立 他完全站在俄罗斯一边 而且他是这个俄罗斯战争这场战争的收血方 就投资方实际上 这篇文章讲,单在过去两年中 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主要贸易妥卖 并赞成通过政治解决方案 来结束在乌克兰战争 这是一种欺骗 其实他这是误导国际社会 美国已经看出了这个问题 但是美国现在也是很纠结 人都是这样 和平年代久远 过久了之后都不愿意打仗 但是现在你必须承认 中美冲突给我的感觉似乎是不可避免 这篇文章最后说 西方国家经常敦促北京 利用其对克里姆林的影响力 在恢复乌克兰和平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也就是有些西方国家存有幻想 因为习近平如果转变态度 对结束俄乌战争有帮助 不可能的 习近平他就想让这个普京啊 打败这个斯林斯基 也就是乌克兰战胜 俄罗斯战胜乌克兰 然后把美国的这个国防力量 消耗的差不多少的时候 时机成熟了 然后他一举的武统台湾 习近平呢心里有个结 也就是一直想把台湾拿下来 这样他就可以和毛泽东比肩了 是吧就成为毛泽东之后 以后胜过毛泽东的一个独裁者 然后他再把儿子提拔上来 想在中国呢搞这个西式的这种大帝国啊 这是他的狂妄的野心 因为他有这个想法 肯定是地盘越大越好 如果能把台湾拿回来 想对待香港这样啊 对他来讲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所以这次拉夫罗夫来这个外访 这个事很值得关注 也要国际社会提高警惕 好谢谢再见